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随着明朝历史剧山河月明热播, 剧中除了陈宝国、张丰义这些老戏古外饰演的朱元璋, 徐达外还出现一些活泼可爱的小家伙, 例如童年时代的朱允文、朱白等。 剧中,朱元璋的长孙朱雄英也有登场, 不过他的尽头似乎比弟弟朱允文要少。 在历史上,朱雄英是一个存在感不强的皇孙, 他是朱镖的嫡长子,但因为中途夭折, 因此失去了继承皇位的机会。 有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 朱雄英这个名字中不仅不含允自卑, 更没有伙字旁,他似乎有些特殊。 实际上,朱雄英的确很特殊, 他不仅仅错过了皇位, 他人生中错过的东西还有太多。 本集不讨论剧情, 希望通过史料和分析, 让大家了解朱元璋最特殊的孙子。 大明朝的渔王朱雄英, 一,年龄虽小, 但后台够硬。 关于朱雄英, 小编想先从元朝末年的一段往事讲起。 元朝制政15年, 公元1355年4月, 朱元璋率领红金军渡江, 在经过河县的时候, 从田间突然跃出一名大汉, 这大汉点名要加入朱元璋的队伍。 朱元璋原本以为大汉是因为饿肚子没饭吃, 才要参加一军的, 因此表现得十分冷淡。 一个月后, 朱元璋把将士们的家眷留在河州陈迪家中, 然后带领重将渡江攻打采时, 上述那位名大汉一马当先,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这大汉就是后世如雷贯耳的长十万长玉春。 正在朱元璋和长玉春等人在前线拼杀的时候, 留在河州的家眷们也没有闲着。 朱元璋的妻子马氏和长玉春的妻子蓝氏都挺着大肚子, 其他家眷就调侃他们。 若你们生下一儿一女, 就结为亲家吧。 不久后, 马氏生下一子, 取名朱镖, 朱元璋在前线得到消息后大喜, 还在石头上刻下道此山者, 不换无私八个字。 而长玉春的妻子蓝氏果真生了一个女儿, 后世不知此女闺名, 暂且叫她长氏。 这段娃娃亲的故事并不是杜传的, 因为若干年后, 在长氏的墓制名上明确写道, 上一一兵伐群雄定天下, 开平中武王长玉春实为开国元勋, 女约某与楚皇同年, 原自强宝, 集结英号之约。 意思是, 朱镖和长氏同年, 两人自强宝时期, 就已经有了婚姻之约。 红武元年,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 朱元璋正式登基, 建立大明。 同日, 朱元璋册封马氏为皇后。 另外, 朱元璋还规定大明朝居嫡长者必正处位, 这就奠定了明朝的嫡长子继承制。 所以, 朱元璋的长子朱镖被册封为太子, 这一年, 太子朱镖十三岁。 次年, 常玉春在北征归来的途中, 并逝于柳河川。 朱元璋悲痛万分, 在常玉春大丧之期重提当年的婚约。 红武四年, 常玉春丧期一过, 朱元璋便命礼部下旨, 册封常玉春长女长氏为太子妃, 并为二人完婚。 因为太子妃长氏的父亲常玉春 已经去世, 她的弟弟长茂年纪尚幼。 所以, 当时代替常家迎接礼部官员的 正式常氏的舅舅来遇。 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 太子妃长氏的品行十分优秀, 在东宫之中也很得朱镖宠爱。 马皇后对这位长媳也十分看重, 东宫妃长氏, 旷至记载, 东宫原非, 勤俭孝敬, 不以贵妇交, 赢妇德之义, 成天下之表义也。 三年后, 十九岁的常氏生下一子, 这是朱镖的嫡长子, 也是朱元璋孙子辈中第一个孩子。 朱元璋当时非常激动, 亲自到东宫, 为长孙取名为朱雄英。 实际上, 一个多月前, 朱元璋的宠妃郭惠妃刚为朱元璋生下一位皇子, 十三皇子朱贵, 但朱元璋看孙子总比儿子顺眼得多。 早在朱雄英出生之前, 朱元璋便命礼部编转了明皇祖训, 其中明确规定, 皇太子嫡长子为皇太孙, 赐嫡子并数子年十岁皆封郡王, 受以杜金迎策。 当时朱元璋规定, 明朝皇太子的诸位儿子成年后都可享受郡王爵位, 皇太子的嫡长子成年后可封为皇太孙。 也就是说, 从朱雄英刚出生起, 他就已经被默认为朱镖未来的继承人了。 这也是朱元璋格外重视朱雄英的原因。 综上所述, 朱雄英生于红武七年, 他虽然仅仅是一个婴儿, 但后台已经足够硬。 爷爷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父亲是明朝第一任太子朱镖, 外公是明朝最凶悍的将领常玉春。 另外, 他还有一位在后期大放异彩的旧老爷, 旧外祖父兰玉。 按照理想状态, 如果他顺利长大, 他将会是大明朝的第三代主人。 这就是朱雄英一个万众期待的婴儿。 只是, 让人痛心的是, 这样一位被寄予厚望的皇长孙, 竟然只活了八岁。 二, 虽是皇孙, 但是如皇子。 做女子不义, 做古代的女子更为不义。 常侍虽然贵为太子妃, 但他也要生儿育女。 根据东宫非常识旷志记载, 太子妃常识在生下朱雄英后, 又连续生下两女一子。 红武十一年, 太子妃在生下第二子朱允腾后, 气血衰弱, 一个月后轰逝。 朱雄英生于红武七年十月, 朱允腾生于红武十一年十一月。 也就是说, 在四年的时间里, 太子妃常识连续生下四个孩子。 连续的生育导致的休养不足, 或许是他去世的真正原因。 常识去世时, 太子朱镖已有朱雄英、 朱允文、 朱允腾三子。 其中, 四子朱允文是侧妃吕氏所生。 当年, 礼部奏景说东宫之昆卫不可无主, 而侧妃吕氏又生于皇孙有功。 因此, 朱元璋便下旨将太子侧妃吕氏扶正, 成为朱镖的第二任太子妃。 这样一来, 朱允文的身份从数字也就变成了嫡子。 朱雄英在第二任太子妃吕氏的照料下, 又生活了四年。 在这四年里, 朱镖请明如为朱雄英启蒙, 对朱雄英的教育极为严苛, 朱雄英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成为了一名敦厚勤奋的皇孙。 然而, 明朝洪武十五年五月, 意外来临了, 皇长孙朱雄英突发疾病, 不知身亡。 他的去世, 让朱镖和朱元璋都非常伤心, 朱镖恳请后葬朱雄英。 朱元璋下旨宣称皇帝长孙视为皇子, 最终以皇子之礼下葬, 追风于王。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 上赶到绰朝, 葬中山, 臣接宿府, 徒步送葬, 追风于王, 使约淮。 意思是, 朱雄英被葬在了中山, 朱元璋为起绰朝, 命朱臣徒步为皇长孙送葬, 绰朝, 封王, 徒步送葬, 朱雄英的葬礼规格, 足以说明他的地位。 朱雄英去世时, 年仅八岁, 如果他没有夭折, 他必然会成为大明朝的第一位皇太孙, 如果他没有夭折, 他极有可能会代替朱允文成为明朝的第二位皇帝, 但是, 历史没有如果, 朱雄英错过了皇位, 事实上, 他错过的远不止皇位这么简单, 因为他太特殊了。 三, 虽有名字, 但不太和群。 很多人都知道, 大明皇族子孙的名字, 都有金木水火土做偏旁, 而且还有严格的辈分规定, 就拿朱镖的儿子们来说, 朱允文, 朱允腾, 朱允奸, 朱允兮, 他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带火, 而中间也有个允字背, 而朱雄英的名字里既不含允字背, 又不含火字旁, 他似乎显得有些不合群,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问题要从上文提到的皇民祖训说起, 皇民祖训编转于红五六年, 他最初的名字叫祖训录, 红五八年和红五九年, 朱元璋通过两次修订, 将他改名为皇民祖训, 其中就规定了朱元璋后代的取名规则, 首先, 朱元璋制定了一个世系表, 每个儿子拥有一个分支, 每个分支有二十个字, 代表从明朝第三代宗室子弟的辈分, 还规定如果后期字数不够再由朝廷统一延续, 例如, 太子朱镖这一支系的辈分是, 允文尊祖训, 清武大军胜, 顺道一逢吉, 施良善用胜, 燕王朱棣的支系是, 高瞻其见诱, 后载一长油, 磁和一薄醋, 减净敌鲜油, 朱镖的儿子朱允文, 朱允腾等, 都是允自辈, 朱允文的儿子朱文奎, 朱文归则是文自辈, 朱棣的儿子朱高赤, 朱高岁等, 都是高自辈, 朱高赤的儿子朱瞻姬, 朱瞻善则是瞻自辈, 朱雄英的名字中之所以不带允字, 是因为他出生的草, 黄明祖训虽然编转于红武六年, 但在红武八年, 红武九年经过两次大修, 也就是在红武八年, 朱元璋才把世系表定下来, 朱雄英出生于红武七年, 他出生时, 世系表还未诞生, 所以他未能按照世系表来取名, 对比之下, 朱元璋的第二位孙子朱继熙朱长子, 出生于红武八年, 和第三位孙子朱允文朱标次子, 出生于红武十年, 则是严格按照世系表来取名的, 其次, 朱元璋还规定子孙后代取名, 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来取名, 即, 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要按照木火, 补精水的顺序来选字, 例如, 朱标这一辈从木, 朱允文这一辈从火, 因为按照道家五行的说法,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小编曾看过一个资料, 说朱雄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本来应该是英, 应该是明石禄误把英字写成了英字, 要不然和五行相生对不上, 小编认为, 这有些牵强了, 因为朱雄英取名字的时候, 皇民祖训还没有这个规定, 试想, 如果大明朝连皇长孙的名字都能写错, 那也太笑话了, 所以, 他本就叫朱雄英, 这就是他的特殊之处, 所以, 作为朱元璋的长孙, 朱雄英错过的, 可不只是一个皇位, 他还错过了皇民祖训中的皇族取名规则, 没有这个规则, 让朱雄英的名字显得非常突兀, 四, 朱雄英的后继, 朱元璋确立了明朝居敌长者必正处位的规定, 可是, 皇长孙朱雄英去世了, 皇长子朱雄英也去世了, 这让朱元璋有些措手不及, 为了把皇位留给掌房一脉, 朱元璋决定立朱雄的次子朱允文为皇太孙, 没想到的是, 朱允文登基后急迫的消翻, 最终逼返朱棣让皇位一主, 大明朝的皇位因此从掌房转移到四房一脉, 朱元璋的传位计划就像他制定的皇民祖训一样, 太过理想化, 岂不知人生无常, 何况皇家, 朱雄英之商是个意外, 但是, 争容岁月就是由无数个意外构成的, 与其规划好子孙万代为王, 不如把每一代子孙治国理政的教育规划好, 以民为本, 以设计为本, 诗人证, 物证业, 如此, 王朝才能尝心, 皇民祖训才能用得上, 后继, 阅读明实录我们会发现, 朱元璋长子这一脉是比较让人痛惜的, 朱镖无疑是封建历史上最优秀的皇太子之一, 只可惜他当了25年的太子, 却死在了朱元璋的前面, 而朱镖的长子朱雄英从小被寄予厚望, 却在八岁时夭折了, 朱镖的次子朱允文虽登上皇位, 却因为太过理想化, 最终丢了皇位, 朱镖登基后, 朱镖的第三子朱允腾暴足, 次子朱允坚被贬为庶人, 五子朱允熙因府邸着火被大火活活烧死, 朱镖的长孙朱文奎随父亲朱允文失意起踪, 次孙朱文归从两岁起被朱镖囚禁于凤阳, 五十多岁才被放出来, 结果人完全傻了, 不变牛马, 道德经说,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朱镖这一脉在明朝, 曾如春花绽开, 最后却如严冬死寂, 令人扼腕叹息,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